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11年4月29日的时候 学堂里传来了第一证的读书生 从入校的幸福感 慢慢变成了一种挫败感 就感觉同学们都好强 感觉自己就是一条咸鱼 在大学里面 能够学到的就是专业知识 还有一些硬件能力 就是说这个就是 相当于电脑的硬件一样 那么词记呢 就是培养了我的软件 这是我们的校训 艰苦苦素求征用识 这是温家宝总理题写的 它之前也是我们一大毕业的 小学初中到高中 这三个阶段 基本上就是一个 自身基础的一个电力的阶段 但是真正开启你人生大门的地方 就是大学 大学后来 Crawford 自己系ursed 自己去平衡 意识者 小学识者 冻婚 西的 冻乳 一下泽东 你的 叫什么 叫利亚利 你亚利是水利的吗 对 好 先走 亲爱的亚利同学 见信号 距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临近 你是不是也越来越紧张 感觉有点焦躁 现在倒下去还挺开心的 第一感觉是热 比我们那儿热多了 然后第二感觉就是人挺多 地方还挺大 第一次我们见面时 你谈到你的理想是清华大学 我就想我一定会做你的学姐 不止我相信你 咱们的友爱家族也都相信 你一定能够圆满你的梦想 看一眼啊 房间钥匙 洗澡卡 洗澡卡没有我们的钱 从940万的考生里脱颖而出 新生报道入住的这一刻 一颗心终于落定了 上天就没事吧 第一床 好 这 对 一直站在身旁默默不语的父亲 母亲 内心的起伏难以言喻 看着孩子闯过了人生的第一关 也该是时候 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打点了 每次起伏难以言喻 每次起伏难以言喻 李雅丽的家在离北京300公里外的河北省来源县 那里是长城脚下僻静的贫困山区 考上了清大 寒门高中 他也成了家乡里的名人 平常咱们家也 咱们从也都为你高兴 在大街咱们一出也 谁问你孩子考哪 和清华 他们都祝福吧 其实 2016年时 李雅丽就已经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工大也是一等一的高等学府 但是他立志清华坚决重考 复读一年 不负父母支持 实际帮助以及自己的理想 2017年再站一回众望所归 从小的冥想 就是清华大小 就是总算孩子如愿一场了 是吧 路面有趣了 是吧 还终于考清华大小 全面你们也帮助孩子 都跟我说过 我让人大了 你考完大小 咱们也能接受人家 我不能忘了人家 完了咱们大忙 李雅丽是慈基基金会 在河北省的助学生 北京慈基职工 从2009年开始 陆续在来源汉义县两地的高中助学 由学校提供清函家庭名单 志工一一仿饰后 给予金钱补助 减轻他们的负担 比李雅丽早一年 考进北京学校的肃俊杰 之前就读一线一中 同样也是贫寒出身 一天十块吧 基本上我定的是 一天不超过十二 早上如果是三块 然后晚上三块 每学期的助学金发放 缓解了孩子们的生活开销重担 然而受到距离的限制 内心的懵懂与不安 无人倾诉 于是慈基之工又于2005年 推动了一月一家书 透过一对一的通信 字里行间的关怀 比肩上的温度 舒缓他们面对高考的压力 清零宝贝 见信喜乐 收到你的信 看到陈妈妈 学成 开学了 还适应吗 您好 我升高三了 现在的课业压力变得很大 为了让我能够安心读书 我们全球 手写信里有着滑鼠和email 所无法传递的温暖与人情 每一篇字迹 每一个笔触 让情感深了很深很深的根 也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隔阂 让这份情缘得以延续 亲爱的师姑 您好 我是河北一县中学 C70班的学生 肃俊杰 我的家就在山腰上 从山腰上我可以看尽山间风景 同样 在今后 我也希望能够做一个 看得见无数风景的人 就像你们一样 亲爱的俊杰 崭信开言 收到你在高考期间的来信 师姑觉得好幸福啊 我的宝贝终于给我回信了呢 关于时间 我想送你一句刺激的静思语 历史是时间的累积 把握时间就能创造历史 希望你能喜欢 压力同学 你好 接到你的来信真的非常高兴 其实我们是见过面的哟 还记得三月二十八日 咱们友爱家族成立的那天吗 我就在咱们家族里 每天都是生命中的一张白纸 每一个人每件事 都是一篇生动的文章 2015年5月11日 梦想芳心 青春为爱 对李雅丽和苏俊杰来说 北京是他们学梦的起点 也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起步 然而十八九岁的年纪 独自一人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北京里生活 既憧憬又坦特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八岁的时候 来北京这边治病 第二次来北京就是上大学 但是这个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未来生活有特别好的憧憬 各种憧憬 这里就是清华的荷塘月色 当年朱自清先生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荷塘月色 然后被广而流传 然后对面那个雕像就是朱自清先生 从入校的幸福感慢慢变成了一种挫败感 就感觉同学们都好强 然后多才多艺 好羡慕他们 然后感觉自己就是一条咸鱼 清华的体育场就足球场 加起来都比一中的地方要大很多 听学长学姐介绍 是有三平方公里 感觉就是要跟我们那个县城 就是城区都差不多大了 只是熟悉了一小部分 其他都不是特别熟悉 学导航 学导航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边是海洋楼 是我们平时上自习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 然后那个楼是综合楼 是我们大一 主要大一所有课程 都是在那个楼上 从走入大学的那一天起 确实就是觉得北京这边 也是人生地不熟什么的 有一点点忐忑 那为什么就是有一点点呢 因为在这个校园里面 我是谁也不认识 但是在这个北京里面 我还是就是因为有自己家人在 就是觉得更加的就是心里边有了 就一种依靠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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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中心的地方 天文 它有多高 它有多高 四百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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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久别重逢的疏离感 有的竟是像家人般的熟人与亲切 河北与北京相聚甚远 但因着通信 彼此没有因为高考毕业而中断的联系 反而在同一个城市里相遇 右边就是天文广场的天文定 左边是正邪开会的地方 还有包括刚才说毛泽东纪念堂也在这一块 我是八九年考的清华 然后在九三年的时候毕业 我当时陪伴他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理解他的心情 其实他入学的那一天 其实我心里边特别激动也特别感慨 因为这是二十八年前的我 我让你们猜猜知道角楼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建筑出来的 发生的灵感 因为是吗 因为感觉形状比较奇怪 我觉得那是哪 但是房子还是家吧 从角这个地 对于故宫来说整体 它是在四个角落 郭郭的外景 像你们见过郭郭的那个 就是像去换一样的那个东西 然后它其实就像那个风潮一样 最后通过它有了一个灵感 就说那我知道 就是说这个 开始的亚历和这一年的亚历 它是有很大变化的 开始特别特别的腼腆 那现在它比较健谈 比较爱说话 能够就是主动地去跟你聊一些事情 而不是说就是你要问它它才答 我们往前站 然后你站这地方 自己找位置塞进去 站就好了 你往上看到角楼 来 你往我这边点 以前是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左右 才能收到它的一封来信 那现在不一样了 我基本上一个月能见到它一次 对 有的时候我们会约 约在清华 或者约在清华附近 我觉得这边应该会更轻一点 你还知道这是哪儿吗 北京的中州县 是中州县 一般在地图上经常都看到对称的 但是就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来到这个 就这么中心的这个地图 以前都在行拍或者是照片上见过 这种对称的 然后这是第一次亲眼看到 可能不太一样 可能视觉冲击更大一点 这应该是我在北京最深刻的印象 现在在中间的有点 有点诗的话 他就不讲诗了 亲爱的师姑师伯 你们好 我是河北一县中学 470班的学生肃俊杰 我和你们从陌生到熟悉 真的是一种缘分 我能够在这几千名学生中 得到你们的帮助 真的感到很幸运 如今我能够和你们组成一个大家庭 我也觉得人生有多了份意义 祝俊杰2015年4月10日 我们平常北方人喜欢热热闹闹的包饺子 然后有杆皮的各齐分工 然后那个家庭氛围非常好 有一家人的感觉 对对对 这有水烧的吗 水啊 水那个 猪饺子 猪饺子的我都弄好了 就立好了 待会你把它再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咱们再烧一壶吧 好香啊 我以前在家也揉过进去家那种饭头 这个把它弄软一点 金姐你揉过饭头吗 揉过 你也揉过 揉过 你也把我来揉一下 来 好 来 揉的有点稍微软一点了 你来试 现在 吃一下 我就是有点小 可以 我觉得可以 他应该在北京的西北 我是在东南 正好是个吊脚 就是确实是挺远的 开车的话 也得一个多小时 把小公交可能 会需要两三个小时 再两张先试试 你去试试 你来怎么样 我们俩见面的就很少 然后但是可能就是跟其他师姑师伯 就接触的就很多 他的爸妈很多 因为慈禧好多家人也都认识他 俊杰包得真好 我最喜欢吃俊杰包的这种那个 因为他一咬一咬的 然后哪个方位都有馅 他说我举目无亲的爸爸妈妈 也在都四处打工 我感觉就是跟我一块互动的这个 张千师姑有他们 还有师姑家的师兄 包括赛师兄他们 有他们我就不孤单 我就觉得不是一个人在北京 其实就是因为家书的连结 快点 我们的成果来了 吃饺子了 去捷 好 来 愿意吃辣的 咱们就吃辣的 他对自己人生就是很坚定 然后他可能说 我会把学业进行好 然后有余力的话 我多出去多帮忙一些其他人 潜移默化的 他自己是已经朝着那个方向在走了 他又有人送送送给我们 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吃饺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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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家人们都过来 哎呀 九十度鞠躬嘛 加油 来 对 这个手 这个手 对 有慈激人的祝福没问题啊 赶赶 赶紧抱起来 来 你们也给他加一个油好吗 来 给他积个掌加个油 用你们的青春正能量 加油 你可以直动的吗 身体健康 再来一个 刚才跟我们练健美了 还做了几个pose 大历史 之前就是接受慈激帮助的时候是第一句记住的敬思语 就是自爱是报恩付出是感恩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 要地者 学地者 对 地大的 我只来过一次爷爷 我来过一次 但是我对你印象特别是 其实我也经常跟我那些 就是他们对志愿有兴趣的那些同学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在北京这个比较怎么说 就是节奏快的社会里面 还有在这个学校里面 竞争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就内心特别不容易平静 那我去做一些志愿 然后去敬老院 尤其是和自己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 特别的安宁 你每次啊 我一来 你每次就守着这个电视哦 是吧 是 当别的大学生 在为自己的将来打拼 或者与三五好友享乐奔放青春时 宿俊杰到北京一年多来 已经参加了无数次的工艺活动 他平常到敬老院关怀 也主动的义务辅导 農民工家庭的贫困学生 甚至寒暑假时也组队到偏乡支教 大学课余的一半时间 他都在学习友善付出 最近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吗 你问我 他是英国人 给争大写 经济上是比较帮助挺大的 因为孩子现在你要出去那个补课的话 完了之后是费用是挺高的 这么长时间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孩子们 完了之后一直这么多年 反正我就已经第三年 这是第四年了吧 完了之后这些孩子们一直都在坚持 或许因为曾经清贫的磨难 吃过苦也受过帮助 所以她更能体会穷人生活的不易 更愿意手心向下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形容词来修饰名词 所以前面应该是家 她的形容词 我觉得就是我对志愿的一腔热情 让我就是这样做 得到一些体悟 然后学到一些东西 给我心灵成长就是一个支撑 从偏乡河北到首都北京 从千里离家踏入大学殿堂 他们开展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 大学四年是专业积累 知识突破的时期 也是建立人生价值观最重要的启蒙阶段 在大学里面能够学到的就是专业知识 还有一些硬件能力 就是说这个就是相当于电脑的硬件一样 那么此季呢就是培养了我的软件 人要学会付出 学会感恩 大学首先要保定学业嘛 学业是底线 然后在清华有好多项目可以做社工 可以做社会实践 可以做志愿者啊 然后工艺啊 然后好多好多 在大学四年去锻炼自己 或许还懵懂 或许还混沌 或许还在思索 但随着记忆里 那些经历过的挫折与彷徨 生命中遇见过的人情与温柔 都会让自己的理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一清朗 好 我们出于小泰 开吹吴老师 好吗 来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